你和薛莫子怎么样了 等了这么久 你们这杯喜酒居然还不请 我们两个是经常是一人在东一人在西 前不久他去了那个海外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我现在在百川城 事情也多的忙不过来 哪有什么时间去想请你们喝喜酒的事的 你家的事情我们几个也是后来才知道 很抱歉 我们几个都没帮上什么忙 不用说这个 你知道我这个人呢 恩怨分明 那些人敢对我的家人动手 迟早我会救了他的老窝 摩尊的人可都不容易对付 下次你若对他们的老窝动手 一定要记得提前通知我们四个 我们四人随传随到 没问题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啊 随便走出去也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但日后若是有需要 我不会忘记你们几个的 自从进了宗门 便各自修行了 也极少有相聚 我们上回四人还通过信 商量着找时间找你聚聚 你既然眼下麻烦不少 不如我叫让他们三个 一起随你回去 也好在你身边帮助一下 不用 你们专心修炼吧 我自己能应付得来的 听他这么说 宋明倒也没再说 他们几人都不会一直在宗门中修炼的 到时找机会下山历练 到他那里去看看 眼下这事情就是不说也罢 于是他带着他走入一条小道 这条小道上的风景甚是好看 从这里绕过去 可以去到耀风的山脚下 还有 我想到了 怎么从耀风风主那里 得到他那株五百年份的七星灵草了 说来听听 他诧异地看着他 这么快想到了 你不是有不少少年份的灵草吗 拿矮株出来 当赌注 有他跟你比 我想若是比练丹的话 他应该不是你的对手 你这主意倒是不错 不过 就是不知这耀风风主 对什么灵药感兴趣 我听说 他在寻一株五百年份的紫叶双鹰 你有吗 他愣了一下 紫叶双鹰啊 我有啊 比紫叶双鹰珍贵的都有 那明天我带你去见他吧 等会从耀风山脚下经过后 我便去洞府里休息 明天再说之事 我时间有些紧啊 明天我就得回去了 我只能出来两天 两天时间 从天阳仙宗去摆专城 也不止这一路程 我得了一件宝贝 来去旨在瞬息之间 那你看 这东西啊 叫极光传送轴 可以瞬间来去自如 有了这东西啊 几乎可以说 可以瞬间去到任何地方 当然 这地方 得是这上面浮现有标注的 宋明眼睛微亮 看着手中的极光传送轴 正要赞到果真是件宝贝 就听一道声音在前面传来 果然是一件宝贝 突然传来女子声音 凤九目光微眯 看着那缓步走来的 白衣绝美女子